我们来看一个全红蝉的最新消息好了 这个奥运大家最关心的当然还是输赢嘛 还是金牌嘛 来全红蝉的最新消息我们先丢出来 记不记得全红蝉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他才14岁 当时一战成名 记不记得 导播有找到吗 那个他最有名的跳水 那个水花消失术 对不对 大家没看到 导播我为什么没有听到你声音 喂喂喂 导播你在吗 好来 我们的制作人说给他点时间 好不好制作人忙翻了 我们给他点时间稍后再来看 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个王楚清还有孙颖沙 大陆桌球是国球 混双沙头组合 这个沙头大家知道 志在必得 其实这个志在就是金牌嘛 那就对上了这个北韩队 这次北韩不得了 既然打败了日本 让日本大崩溃 昨天那个标有没有 日本都写得非常的夸张 那这次大家都想说 哇那中国队对上北韩 据说北韩队的囚风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北韩没看过 结果呢 这个王楚清还有孙颖沙好样的 打赢了 打赢之后好开心 王楚清说 真的是用生命换来这枚金牌 我做到了 真的给他们两个按一百个赞 但是上一秒夺金正在欢欣鼓舞 下一秒一回头不得了 他的球拍被踩断了 你有看过这种事吗 真是不可思议 我今天看到之后 眼珠子快掉出来 谁踩断的呢 奥运的摄影师 进场拍照时 把他的球拍给踩断了 那这个王楚清 一秒钟 这个脸上从这个开心 到一下子变脸 他简直是懵了 你知道吗 他在这个整场看来看去 到底怎么回事 他也搞不清楚 然后他就说 事后啦 后来他的教练冲出来抱着他 冲出来抱着他 当然就安抚一下他啦 你知道吗 这个球拍对于桌球选手来讲 就跟军人的枪一样 非常非常重要 他下面还有比赛 还有男子单打跟男子团体 这两个比赛超重要 这个王楚清曾经拿下四项冠军 不管是混双单打团打 都是金牌 这么好的一个选手 竟然拍子断了 事后他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还是发挥了 这个君子精神啦 他说我想啦 他们当时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 作为一个奥运的摄影师 而且还是场内的 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素质吧 大家知道奥运的拍摄 是严加管制的 你没有事前申请 没有奥运的允许 是绝对不能够入场 奥运的画面使用 也是极其严格 像是中间新闻 很多画面我们也都不能用 但是我也是觉得 非常的离谱 照理说奥运核准的摄影师 都经过训练嘛 都经过训练 在场内拍 你怎么可能会踩断 选手的拍子呢 我怎么想 怎么都觉得很奇怪 然后他也承认 他说我当下的情绪 是有点失控吧 为不理解摄影师 为什么这样做 可能也是无意的 帮摄影师讲讲话 然后接着怎么办 他是有复拍没有错 但大家都知道 正拍跟复拍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了 他就安慰自己 我拿着复拍 应该依旧可以 很好的去打比赛 我觉得这就是天意吧 他后面还有男子单打 男单跟男团的两个重要比赛 好我们就来看王楚清 最新消息 在男单的部分 暴冷出局 暴冷出局 不可思议 他曾经有一年拿下了四面金牌 有没有 而且暴冷 这位瑞典选手才19岁 竟然打败了王楚清 暴冷出局 不可思议 不过你看到 后面他的讲话 我觉得真的还是很有君子风度 换球拍 不是我诉求的理由 我觉得还是自己出现了很多问题 犯了很多错误 才导致今天的失败 看了以后真的是很不忍 很不忍 帅将军一直摇头 帅将军觉得呢 这个我就想不通 一个选手对自己那么真爱的球拍 怎么会放在地上 对 一方面也是 如果放在桌上 他的记者怎么踩 第二个记者我们也见过很多 为了抢镜头 为了拍摄的角度乱冲乱撞 这是常见的 但是在奥运会应该有规范 所以这个球拍踩断 很难不让人家想到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论 我们今天玩球剧的 对这些惯用的工具 都是爱不择手的 球拍不管就算你的副拍 号称直才一致 对选手心里那个阴影 那绝对影响 我想很多高手 他各种球剧 他基本上都应该就练得很纯熟了 战场上输赢常常是心理因素 主导一切 我认为他换了副拍 对他心里一定有影响 我们不晓得这个副拍 跟正拍的差异是多少 但是你知道我们常常 很多比赛或重大事情 都有叫仪式感 我不知道你听不懂 对仪式感还有心理影响 你像我们中国人要拜拜 要点香要磕头 要干嘛干嘛 他都是一个很尊重 这个程序的过程 认为不能出错 心里才敢有安全感 那个球拍就是他安全感的来源 对因为球拍抓到自己手上 尤其正手拍常年用 跟副手拍很少用 抓的那个板上的不一样 第二个我就怀疑 就算你球拍放地下 我们也踩过 你踩的靠边边上的那个 不会断 一定是踩的手把 跟那个球板接触那个地方 才有空间才会踩断 所以这个断的也很奇怪 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是谁踩的 是有没有别有用心 大家不要看错了 副拍跟正手拍是有差距的 哪怕你重量一致 知才一致 我跟你讲 使用者对他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还有情感 你知道这个体育明星很多 像这个篮球员 他投三分球前 他会有一些仪式感 对不对 那个是我的吉祥 我心安的来源 像有些你看 中国古代不敢对自己的兵器 对自己的球具 我们打高尔夫球对自己的球杆 你换一个你试试看 那绝对是心里受影响 我跟你讲 常常高手比赛 最后决胜之负的是心理上的压力 对 而不是技术上的压力 心理上产生的压力 技术上就产生疏漏 因为你不相信他 所以这个东西 尤其乒乓球 羽毛球 这种是毫秒之间的手上的反应 稍微有点迟疑就完了 所以他原来有夺四面金牌的实力 今天就输了一场 对 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这个大陆网友真的整个炸锅炸翻了 这个都很难过 当然这很多人也不忍苛责他 像刚刚帅将军讲的 照理说球拍不离身吗 怎么会离身了 还有那个场内的摄影师 你一个合规的摄影师 踩到人家拍子 把人家拍子踩断 然后再加上这个 中国游泳队之前不停地被要剪 被欺负 当然很多事情会联想在一起 当然我觉得也不应该 现在去做这种揣测 我觉得王楚清也一下子 保持了君子风度 很多人都说 奥运选手能够夺军 像帅将军讲一样 心理素质很重要 你要抗压 抗压也包括 你的拍子被踩断 可能你也得去抗这个压 所以当然我们看到 因为事发突然 这样前面的尿检 其实也是对心理上的一个干扰 对 所以后来大陆不是有个选手 后来得到第七名 他的个人的史上 最差的一个记录 所以这个拍子被踩断 再怎么样 大家都想象不到 会有这种事情 但是奥运场上 它就是发生了 做的好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Headers 咳 香